哪有什么高端局低端局 只是每个人的操作不一样罢了 操作一般的很容易被抓 操作好一点的可能抓的比较慢 或者是直接跑掉 那么首先你要对自己有一个认知 你的操作到底非常秀 还是就是一般呢 我个人认为我的操作就很一般 比如这一把班长挂机 燕子做了我的秒飞 然后我们就开始拉扯 这里给新手文家普及两个点 看图片的话你应该知道 一个猫是在同一个房间 一个是猫并没有在同一个房间 首先我们知道一个点猫在庭院 但它没在最下面 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去餐厅 它可能会选择钻管道 或者是去卧室 然后我们注意另一个点 间隔开出一块奶了 那么猫去卧室的概率非常高 所以这时候我们直接钻管道 顺便拿一个小爆竹 遇到事情不要慌 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喝一瓶82年的小影响 我们已经确定猫的位置 对它在追我们的队友 下去直接把奶酪扔到洞口 然后直接一个转身翻身 教育 这就来到餐厅 顺便再搬一个奶酪 再放到洞口 这时候猫会来追我们吗 猫不会来追我们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 表情猫来追了 嗯 没错 我们没了 打到这里的时候 我发现有什么不对 我的铁血呢 我什么卡都没带 我就这样倒地了 不可能 不科学 然后我决定看一下我指示卡 这套卡非常好 但是你不能失误一下 还好我带了救救我 这时候刮说他来救我 我瞬间就知道 我已经可以走掉了 但是刮到底能不能走掉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 刮 再见了 我是一只笑笑笑笑 笑鸟 剑客的优势是什么 优势就是抓到两只老鼠后 如果打上剑气 那么基本上绑两次就秒飞了 很明显 剑飞的救援速度偏慢 如果这时候我的队友被抓 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坐上我的秒飞火箭了 虽然他有三十多秒 但是他又不是完全的三十多秒 基本上做一做就可以直接升天 这把燕子玩的也不错 所以我就讲给他一个秒飞火箭 是不是合心合理 这时候老班长也动起来 那么这把基本就十拿九稳了 但是老班长刚去推了一下奶酪 然后说案件可能又有问题的 然后班长就去中楼挂机了 但是我丝毫不慌 我掏出来我八二年的隐身 咕噜咕噜就喝了下去 然后我决定先推一下奶酪 有了二级烟 这不开下烟推下奶酪 说真的有点对不起自己 所以我跑掉了 什么叫做拉扯 你知道吗 就是我很拉 并且我很扯 所以这时候我推完奶酪 你看猫他追我吗 他不追我 他去追瓜了 然后他掉下去了 机会又来了 好熟悉的画面 总感觉在哪里见过 这时候本来我想丢个罐子 但是我看到刮的操作 总感觉哪里不对 然后我决定就小刮 毕竟刮这么可爱 我怎么能让他放飞呢 所以我直接买了一手 八二年的罐子 年轻的健可 车为难说 你想要这个金罐子 还是想要这个银罐子呢 很明显他想要这个灰罐子 众所周知 我这一把的知识卡 是救不了刮的 如果我去就刮的情况下 刮可能就没了 所以这时候我决定 先拿一个八二年的小冰块 哎他踩碎片了 我一个冰块跳上去 直接封一个烟 这时候他一个冲刺 直接失误 漂亮刮 并没有被打上连带 但是刮还是没了 我看了看我的道具 墨瘤啊伤心的眼泪 扮着这时候说 转眼王猫三十年再度老鼠野玩 我不知其改制是我的老班长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 荷蛋在我手里面是最安全的 所以我就刮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所以刮 他得救了 这时候我看了看我八年的意大利炮 能打 但是只能打一点点 一点点 很明显 猫并没有倒地 说真的 六猫真的很危险 一不小心 就可能被猫抓到 我这时候想走位 躲过他的爪道 然后进彩蛋房 不是进盔甲房 但是那个拳头盒子 说真的 我真的谢心 这时候很明显 刮要拦截一个罐子 哎呀 被猫发现了 很可惜 然后刮 被挑起来 但是问题不大 刮这时候能开头盔 漂亮 开出了头盔 哎 一个小狗 漂亮 非常非常厉害 这只小狗 这时候我们再打一波操作 我先溜一波 还好猫第一时间并没有出爪道 我就这样轻轻松松的跑掉了 这时候班长也可以安全的推掉了第四块奶酪 然后我们就要补一下状态 喝个八点小牛奶 饮个身 推掉最后一块奶酪了 很明显 这个地方是有夹子 有叉子 没办法 我们先踩个夹子 然后班长送他一个罐子 然后我们再拔一个叉子 然后这一把就已经赢了 很明显 刮这时候已经开了头盔 那么这一把奶酪 我们是可以百百退完的 猫开了格挡 我笑了笑 他对孵空的力量根本一无所知 像我这种高手 其实最厉害的是哪一个 当然是稳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稳健的老鼠 所以这次我们做了一个核弹 大家都知道一件事件 核弹在颁奖的手里面是最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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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决定直接下去 这 这 这不对吧 这个睫毛 你怎么把我推下来了 这时候我只能拿一瓶82年的随机 然后二蹲跳好也跳不上去 所以我决定还是等一下失踪 毕竟像我这种天才 这个墙还是轻轻松松 啊 墙开了 算了 大家再见